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农夫们对着兄弟俩 终于竖起大拇指说赞 绿油油的倒浪 随着风姿意摇摆 嫩青色的水稻 自在地呼吸 茁壮 台中大甲这么前 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 看上去有着几分青色模样 他是马玉安 74年次 是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农夫 拿着捕虫网在水田里来回穿梭 对着空气挥舞 人家是扫地 他这个动作则叫做扫网 因为他的田不撒农药 所以得涂法炼钢 挥舞昆虫网捉虫 别人看了总笑他笨 用这种方法 还从哪里抓得完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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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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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米啊 是米 呃 这不是喔 这好像是大米还是 哇 这母的耶 哇塞 都是暖的 你看 还好啦 才一只两只而已 这个好像会 真像 对啊 会让那个米 真像 会咬一口 那个米 跳蟲 对 跳蟲 让你的叉 还好啊 应该有啊 只有找到一只啊 扫两拍 一般人见人怕的蜘蛛 在这里可受欢迎了 它们跟瓢虫一样 都能帮忙吃害虫 所以多多益善 但如果出现在网子里的 是二化米 可就伤脑筋 它会去把那个稻的那个 稻杆去住个洞 然后那个稻杆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结射就不好 就会 都没有营养那样子 所以到时候就会看到白白的那样子 那我们其实是一种抽样 就是我们并不是 目的不是要做抓虫 它其实目的是要抽样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马玉安从小读的是理工 抓虫抽样 为了适用科学的方法 推算田里是否遭病虫害 他的哥哥马玉平 大他一岁 也是个青年级生 父母亲将平安两个字放进他们的名字里 期盼他们一生顺遂 偏偏兄弟俩长大后 挑了一条很不好走的路 坚持不喷洒任何的化学药剂 让他们的田里不速之客还真不少 诶 抓了 什么 憋啊 又肥又大的憋 要是落到其他农夫手上 恐怕早就拿来夹菜了 但马家兄弟偏将鳖留下来 对付经常出没的福寿罗 原来相约采访的前一天 哥哥马玉平的脚底 才被福寿罗的碎壳扎破 留了一道吓人的伤口 你整过地的 你才会来本败 你给你摆我才能拆袖 最少一个礼拜啊 最少一个礼拜 最少一个礼拜 你看你这个一个礼拜 面粉照模啊 这本来没办法 我现在这个连站都吃不饭 马玉平的脚底板明明长了厚茧 还被福寿罗的壳刺穿 可见伤口有多深 尽管再痛 他们依旧坚持不用化学药剂杀福寿罗 理由很简单 比起脚上的伤口 他们更怕死 因为我们很怕死 我们年轻就从事农业工作 我们比大家更怕农药 所以我们想就是 如果我们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不要用农药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做的比较长久 农药别人都忘记了啊 都以为什么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是一个很后面的事 最重要的是你要尊重我啊 就是我要安全 你才有安全 像化学药剂说no的理由 没有长篇大论 反而充满七年级生的Cuso 这就是马氏兄弟的风格 但他们可没有因此 向那些病虫害投降 而是用对土地更友善 也更科学的方法 他就会这样 怕得要死这样 其实我们比他还怕农药好不好 农夫自己在喷最好是 如果真的是农药的话 怎么可能给自己吸 那吓都吓死了 如果是喷洒农药 一般人躲都来不及 哪有可能这么勇敢 连口罩都不戴 原来他们喷洒的是防虫害 又能替水稻补充营养的秘密武器 我们就是现在用古特菌 就是让它就是防止一些 就是病虫害的发生 比较重要的其实是 就是它有开根的效果 在我们的那个水稻的生长过程当中 加一些些喷在叶面上 就是灌在它的根里面 它会促进它的发育 那它就会减少这个肥料的使用 那它效果特别好 利用菌种防治虫害 不但有效还有着意外收获 它们的米特别的香 甜 但总有人要问他们 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青年级生 找个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吹冷气的工作 马玉安这么回答 我觉得好像就是 他们想要找一个按钮的工作吧 按钮这样 他们就想要做这种工作 就是 就是 所以我不想要 想要工作的环境是 就是不是碰到冷冰冰的机器吧 我们就靠这片田 天地名了 出身之毒 总带着一分大无畏的勇气 与决心 在农委会工作33年才退休的 何荣祥 机缘巧合下 负责马家兄弟的农业辅导工作 这对青年级农夫兄弟等 看在何荣祥眼里 与一般的老农真的很不一样 他我们实验是学长 所以我也不好得罪他 太可怕了 其他的那个 什么 我们早就把他赶走了 他来我们就把他赶走了 不让他进来 超长的比刀子高啊 那就糟糕了 弯着腰拿着小镰刀 吃力地将田耿中的 拜子割除 尤其拜子与水稻的根部 长得很像 刚开始务农时 常不小心一刀下去 反而割到自己的心血结晶 有时候那个 长得很像你知道吗 刚开始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不太会辨别这些东西 那长太像了 不知道有时候会割错 你知道吗 后来看久了就会了 割下来杂草 顺手就丢在田里当天然肥料 其实杂草对马育安来说 反而是生态丰富的一种象征 只是杂草长得高了 传到耳里的唠叨也会多了起来 因为有时候长得杂草很多 那个老农 骑摩车过来的时候 就会念你知道吗 其实事实上是做给人家看的 但是杂草 留一点又不会怎样 就不要留太多 留太多被念很大法 原来左邻右舍 虽然称赞他们孝顺 没让祖传田地荒废 却常投射怀疑的眼神 每每经过 总要下几步指导棋 唠叨几句 最常遇到还是人家就是过来讲说 颜色 你这颜色就是要下肥 不够绿 对 对 你肥料下不够 那 反正老师讲得这样 该施肥不施肥 对 你就偷懒 其实我们品种跟别人不一样 当然 怎么可能 但你的方式也不同 对 只要是你再讲那个 对 我们也就 好 不然就笑笑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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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有做出来以后 人家大概就比较不会指指点点 反正其实他指指点点 我也无所谓 我也 我也无所谓 他需要什么特别的煮法 才会有点Q彩 不用 就这样煮就很好吃了 就这样煮就超好吃的 所以外面的 你看便当店的 米会很亮 它是加 他们加沙拉油 加沙拉油就会造成那个现象 那很多人会 而且不建议 因为你这样子 你便当店 便当店的米情都是 都不是很好吃 那你这个不用加沙拉油 不用不用加沙拉油 就很亮 就很亮 等一下就会看 起锅后的白米饭 热气蒸腾 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米香 同样是白 一般便当店卖的白饭 带着石膏色的暗沉 另一碗却是晶莹剔透 口感更让人忍不住说赞 你慢慢组绝以后 它会散出一种自然的甜味 白米的一个甜味会出来 然后它的口感会显得比较 有弹性 Q弹的味道 的状态 那放久了 比较久的白米的话 那你咬到嘴里面 通常第一个感觉就是硬硬的 然后再咬久一点 它就碎掉了 怎么就散掉那种感觉 种出来的米逐渐闯出名号 它们更进一步挑战种麦 台湾一年吃掉130万公顿的小麦 几乎都仰赖进口 让两兄弟决定 四年前开始投入小麦栽种 收割后 黄澄澄的麦子经过干燥后 送进机器 将碎食与杂草剔除 新鲜现磨的白面粉与敷瓶面粉 包装好直接放上机车 麻玉瓶还得充当送货源 将面粉送到面包店 每一颗麦子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但不够白的面粉 却很容易因为外形不讨喜 被不试货的消费者打枪 哈啰 你看它的面粉是 这一辈子的 其中瀑布很不讨喜的颜色 可是它就很浓 那你如果注意看里面 还有一颗黑黑黑的 是 对 对 那很健康 就是膳食纤维的来源 这个香就是想在里面 对 面包师傅王点龙苦笑说 就因为马家兄弟的面粉 坚持不漂白 颜色不讨喜 让他曾碰过顾客上门 皱着眉头 觉得面包不干净 他会觉得说你的面包 看起来很不干净 不干净 你为什么又灰火一点 对 对 他没有看过真正食材的那个颜色 出炉后香喷喷的吐司 吃在嘴里充满浓浓的麦香 每天加一丁点的发粉 用手按压还会弹回来 对王点龙而言 选择天然 是食安充斥的市场上 通往健康的唯一途径 而这对兄弟党的农业改革之路 更将人与土地的情感重新连结 友善的环境一直存在的 友善的环境不只是生态友善 还包含就是我们跟消费者的关系 他是一直存在的 我想这会是一个正时环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开启 有一些农民跟着我们一起在做的 两个少年农夫为台湾农业注入河水 马玉平 马云要在这片心田 让他们的梦想继续茁壮 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您品尝有60年历史的手工腊肉 不但美味 背后还有这一段浪子回头的动人故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寻找台湾感动力 继续我们来看看一块手工的腊肉 如何教会了一个男人尽力责任心 我们来看看李源培的故事 他的父母亲在1949年来到台湾 靠着祖传的记忆 一家人就在市场里摆摊 卖起了手工湖南腊肉 但李源培年轻的时候很叛逆 不但不回家 还因为生意失败 把钱都给赔光光了 直到看到父母亲年纪大了生病 而且家业也无人继承 他才洗心革面 捲起袖子 跟父亲学做手工腊肉 很幸运的是 他还碰到了一个陕西姑娘 叫做肖冰 两个人结婚之后 共同的使命 就是要重现家人的手工腊肉熔井 现在他们的手艺 不但是眷村的同乡都说赞 而且旅居海外的侨胞 也会特别回台湾抢购 高龄90岁父母亲看到家传记忆 终于有了传人 现在也总算宽慰安心 那眼亮的话又跟冬天夏天不一样 这边眼睛不去 所以我们都有习惯动作 老妈他们就叫我 尽量塞两盒在这边 我现在抓这把粗的眼 就把它撒到表层上面去 最大的绝求就是这样子 你给我这一小块 好 聚心会神制作腊肉 日复一日灌香肠 许多人眼中平凡无奇的生活 对李源培而言 却是花费大半青春 所换得稳稳的幸福 父母亲的坚持 不要把这一份腊肉的家庭 也给荒废掉了 而且看他年纪也大了 那两个老人家也坐不动了 父亲坐 母亲推着车子到市场去骂 对啊 那当然那种光景是跟以前 老实在那种眷村的光景 不一样的 儿时眷村已不复建 老乡们记忆中的湖南辣味 又该去哪找寻 翻越千山万水 原来就在台湾 风流浪子洗心革面 向往反扶归真 每天清晨 在万华的中央市场 李源培和太太萧斌的先手身影 总在熟悉的猪肉摊前准时出现 老婆 有东西吗 好啊 妻子萧斌是来自陕西的姑娘 拥有北方女孩的坦率性格 十六年前嫁来台湾前 是一名会计师 从没上过菜市场 更别说挑选猪肉 一开始还真不适应 我刚嫁到他们家的时候 闻到那个腊肉的味道 我是美贴土 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腊肉 然后刚好到他们家又是冬天 刚好在做量很大的时候 每天熏一下那个衣服 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衣服每天吸 吸出来还是一样的味道 每天在那边偷哭 哭归哭 十多年来嫁机随机 小斌不只生了三个孩子 更成为老字号腊肉招牌 背后的伟大女人 从不敢碰猪肉 如今比嫁挑肉 比谁都专业 明天你帮我留 然后一样四腿 四个 四片 四片 然后两只半 切两只半块 好 慢慢切好 对 然后别一定要帮我修 那个肥肥的都去掉 那个一定要的 我喜欢非常漂漂亮亮的 每一块肉出来都漂漂亮亮的 然后我本身不喜欢肥肉 所以我看到那个屋 我都会让它别给我修 然后那个老板都讲说 我是最龜毛的 可以 我们他们都挑大猪 熟成度够的 吃起来肉的质感才会好 不然那个小猪 吃起来烂烂的 那个卖相也不好 够 我看不要贪心喔 等下一车 绝不使用颜色暗淡 口感偏老的冷冻肉 李源培和妻子 只有两个人四只手 坚持却让他们的路 越走越长 慢慢做出口碑 中华民族食用腊肉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尤其盛行于四川 湖南 江西 广东 台湾的眷村文化更是每逢腊月 家家户户的妈妈们 都会自制腊肉 黑白照片 记录下小朋友开心容颜 记忆中李源培从幼稚园 就开始帮父亲腌制腊肉 正宗的湖南的腊肉 其实是以前的啦 是怕肉会坏 又不舍得没有冰箱 所以他们就用大量的盐 去腌制过 然后就直接掉在那个厨房 所谓的灶的上面 因为早期是生彩虹嘛 就生那个彩虹去煮饭炒烟 就会有黑黑的烟烟烟 就往上去 久而久之 它那个肉就会叹到柴火的味道 然后就慢慢会比较香 李源培在和平东路 这栋隐秘的40年老国宅对面 租下一间工作室 每年重大节庆 令操客们垂涎排队的正统湖南腊肉 都是来自这里 它的盐吃的速度比较慢 你用细盐腌肉 很多人为了摊鲜 用细盐腌肉 一下子盐跑进去太快了 就会太咸 腌腊肉这门学问 可不是外界以为的使用酱油 而是用号称天然防腐剂的粗盐 粗盐和胡椒都要炒到香气四溢 才能抹上一层又一层 李源培总不厌其烦 用粗盐替五花肉去角质 煎巴没撒够 它的酒也没撒够 那一块就会坏 有一年我们有一缸 肉坏掉是我 就是我刚开始他们 让我碰这个缸的时候 我们的奇怪就是肉 做一层撒一层酒 我就忘记了有一层 只有一层就另外一层撒点 整缸坏掉 整缸坏掉可是欲哭无泪的 腌料过程繁琐 光这缸就大有来头 外形朴实不起眼 却是抗战那年 父亲从越南扛回台湾的生财工具 淘土材质能让腊肉呼吸 缸边密密麻麻都是历史痕迹 祖先就靠这缸腊肉养活一大家子 然后你看这个如果是温体株 出来它设着非常漂亮 然后还要外带高粮酒 它的如果酒的那个度数不够 浓度不够 它出来颜色是黑的 腌腊肉没有洁净 夏天腌四天 冬天七天 中间还要翻缸 把腌好的肉一块块拿出来 重新翻面再下缸 让高粮和粗盐花椒的香气 扎实透入肉里 最麻烦的是 腌好后还要一块块清水冲洗 把血水粗盐洗掉马虎不得 我们这肉拉起来的时候 先要自己像看一看 像是掉出来漂不漂亮 然后穿的时候 一定是要穿在瘦肉这边 不能穿到肥肉那边去 肥肉那边第一个会滑掉 会跑掉 还有这个动作有没有 要拉好 要提一下 我们往上面这样子 一提 他们一切不让我 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鞋我绑的那个肉不漂亮 我跟他们 客人会看到 有差啊 我再掉起来给你看 串好的腊肉就挂门口 每串都是心血结晶 已有初步雏形 漂亮的肉色 还得待四天风干 就离成品越来越近 这所有独门手艺 都是传承于 今年高龄93岁的李老爷爷 湖南那个腊肉的 有些大块小块的 不简单做了 来到朴石的李家 父亲李良才来自湖南齐东 年轻时可是腌腊肉第一把脚椅 以前腊肉就是挂在这个地方 怎么挂的到底 现在就挂不到了 现在你没办法 走得多就不错了 爷爷带我们去厨房 墙砖已熏黑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都是钉子 每逢年节 就钉满熟成的腊肉 想象那光景 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就是一天还要推个茄子 推得到青哥新村来买辣牛 买鸡腿买鸡 买鱼 买鱼 就是这样子 那个里面就是我们老太婆 才来拼出来的 李爷爷口中的老太婆 其实就是李元培的母亲 一名为家庭默默付出的伟大女性 她苦了一辈子 她苦了一辈子 根本没有什么享受到什么 我们小孩子付出给她 是永远的还是不够的 最近在镜头跟老婆坚持 我们有小小的一些那种成果 我就觉得我还没坚持 我就让她走下去 李奶奶早年一手 拉拔六个子女长大 如今年岁已高 磨病在床 身为老妖的李元培 和妻子尽兴照料 之所以踏入腊肉事业 不为别的 其实只是为了让母亲放心 我可能 我可能这辈子 还没跟我妈讲过一句 妈 我爱你 为什么没有跟她讲过 我们家男孩子 都比较不善于表情 就是常年也是家里面 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情绪 比较很会压抑 李元培的男儿累 是走过大半生的体悟 年轻时开过当铺 放荡不羁 生意失败后前往大陆找机会 在一瓶如洗的时候 碰到老婆萧斌 才决定携手好好生活 当初我就直接跟她讲 我目前的工作不稳定 我也没房子也没车子 我只有一颗心 这个完全是把我的人生 完全跌倒过来 因为我最怕有 现在转换到我已经去接触她 然后接受她 然后还想把她发扬光大 木讷的李元培没什么浪漫情怀 但一手好厨艺 却收服岳父岳母 成功把老婆带回台湾 那天她就 我们家谁都不走 走备都行 她去市场买菜 然后回来自己煮 煮了一大桌子 当初就把我老爸老妈 的心给老婆 她退咸 然后去油 然后腊肉会比较嫩 让它呛锅一下 家里随时藏有大块腊肉 稍加切开 加入蒜苗爆炒 独特腊味 伴随烟熏味 光纹也会醉 李元培的随行料理 还有牛腱子 同样是私房腌制风干 加入外省口味酒酿 让牛肉美味更凸显 要提牛肉的味 要酒酿 起锅之前要夏天酒酿 那风味会完全不同 牛腱子 腊肉 早期被视为过年过节 才能吃的传统美味 今天却随时能端上桌 油光透亮代表风盈富贵 其实李元培 深植现代人饮食习惯改变 比以前清淡许多 腊肉的口味 也在悄悄的改良中 这是用木材式火影 李元培带我们到石定山上 这间隐秘小屋 忙着点火烧炭 手都没停过 现场烟雾弥漫 简直睁不开眼 原来这是正统湖南腊肉的 最后一道手续熏腊肉 也很大 我们现在是一桶 想要多桶的画面的时候 我现在要接着来 在桶子底部铺向快木粉 熏出来的腊肉 将会带有特殊香气 别人只烟熏一次 李元培每八小时 又要重复第二次 比别人努力 比别人费心 脸上的眼镜全都是烟雾 满脸汗水也不介意 那个腊肉要拿起来 不能软的 这是为什么 就代表它风干的够 熏的够 好的腊肉你把它切开里面 它的肥肉是透亮的 然后你可以闻到一股香味 就是很香 然后嚼劲也很好 也不是烂细细的肉 肉质也很好 它们的腊肉可以值得平常 别人说吃来吃去 还是你们家的腊肉最好吃 我觉得好感 好感多 来 看看喔 武南腊肉好吃的喔 来 看看 腊肉带一点啦 来啦 人生鼎沸的菜市场 妻子削兵独成大局 叫麦吆喝 好不熟练 我现在靠这个再拽切养 养我那时候一个小孩子 抱持一份感恩心 陕西姑娘已经融入台湾民情 菜市场许多大省都认得她 卖的湖南腊肉最到底 食安风暴时 李渊培家的手工腊肉 业绩反而逆时狂涨 手工的踏实逐渐脱颖而出 用手工出来的 它用的都是最贴难的 那对我们的生理都OK的 所以反而喜欢 当然是喜欢这种东西 不只湖南腊肉 就欢迎的还有手工香肠 据说最高纪录 一天灌上百斤猪肉 累到身体差点撑不住 手指也扭曲变形 每天每天灌 灌了 举不起来 灌到骑蛇皮 灰蛇 就是这样 手工切出来的香肠 比较扎实 然后你机器去 搅碎的肉块 它会比较虚 香肠一定要用溫体柱 不要偷工减料 舍弃市面上以机器来切 改用纯手工拌肉 李渊培夫妻又搅自己麻烦 但成品出来总令人满意 灌好的香肠硕大肥美 口感出众 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一般都是要一个月先订 越大越的时候 就是到了越过年过节的时候 越要找订 没有找订就吃不到 就会遗憾 爸爸他是等于是 我们做腊肉的皮组了 那现在也没有剩几个 可能目前台湾就剩他一个 那我们是要把这个东西 要传承下去 你看喔 这天好热喔 要擦盖子 每天一起工作一起打拼 出自内心的关怀 老夫老妻的爱情 没有轰轰烈烈 却沁凉舒适 李渊培夫妻不求大富大贵 只盼望将家传这门手艺传承 抱持不做恐怕会失传的使命感 这咸咸香香的滋味 是爱的味道 鸭赏是很多人到宜兰必尝的美味 但是坚持传统还会用甘蔗烟熏的 只剩下一家了 广告回来带您到宜兰走一遭 欢迎回到寻找台湾感动力 鸭赏是很多人到了宜兰必吃的美食之一 早期因为物资缺乏 于是人们用盐巴将鸭肉腌制起来 一粒保存 又因为当地盛产甘蔗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用甘蔗来烟熏鸭赏 这就是最传统的做法了 但现在有很多的店家 是敢用电热炉烘烤 降低成本 当地维持手工做法的 只剩下一家店家 老板阿宏紧记父亲过世前的丁宁 他绝不改变用碳烤 还有用甘蔗烟熏 这两道最非公的做法 让他的成本即使高达了两倍以上 但他坚持不改变 不到一个月大的小鸭子 是在河边活蹦乱跳 看到有人接近 拔腿就跑 摇摇屁股的可爱模样 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摸一摸 鵝抱抱抱鵝 鵝 小鸭差不多十几天 这个中间要特别照顾 要在浴池 在浴池室那个 还要用那个 你如果冬的时候 要用电话吃 细心呵护小鸭子成长过程 才能养出肉质鲜美的樱桃鸭 宜兰养鸭人家有百年历史 先天环境的优势 水质清澈 平原多 造就宜兰鸭香的名号 这里的名产鸭上 也是全台独创 只有宜兰才吃得到的好味道 一打开烤箱 浓浓碳火味扑鼻而来 还带有一点甘蔗香 原来在木炭上铺上一层 又一层的甘蔗 利用碳烤甘蔗 产生浓烟和温度来熏鸭肉 让肉质带有自然香甜味 就是宜兰最传统的烟熏鸭香 大概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 那甘蔗会慢慢烧完了 所以那温度就会提高了 就要来加甘蔗吗 对 一整盘鸭子吊挂在烤箱里 好像在做三温暖 金黄色泽的鸭皮上 一滴滴珍贵的鸭油被高温逼出来 整个烟熏过程要花费三到四个小时 这段时间火候的掌握得恰到好处 否则鸭油也很可能酿成火灾 地带那个甘蔗上面或木炭上面 会直接起火温度越高 然后那个鸭子会掉下去 应该五六年前嘛 怎么样 整个厂房都烧掉了 从小到大 熏鸭子的烤箱被烧掉过好几回 但老板阿虹一家人却越挫越勇 遵循古法六十年历经祖孙三代 到现在已经有七个大烤箱不停运转 每天生产上百只鸭赏 这特别显白甘蔗它纤维比较直啊 所以剁起来会比较快啊 而且它水分比较少 像红甘蔗它水分多嘛 它熏起来会差不多多半个小时以上啊 一天要剁三百斤的甘蔗用量之大 让老板特地请宜兰当地农家 帮它栽种甘蔗 披好的甘蔗一捆一捆倒入炭火炉中 这时候再撒上一点砂糖 可以提升压赏的焦糖味 也能帮助炭火燃烧 甘蔗水分高嘛 它木炭上面它会熄掉 所以加一点那个糖 就是把它助燃的 比较给它熄掉 从阿公时期流传下来的 古靶烟熏 到了老板阿红的爸爸手上 将它发扬光大 当年爸爸还要骑机车到处送货 曾经因为摔车 在家里躺了一个月 创业过程的艰辛 阿红全看在眼里 从小看到大 就自然就会了 这个事业很累啊 爸爸也有年纪了啊 身体又不好 又小又有受伤过 所以回来帮忙 这是一种技术 跟一种传承嘛 想说啊就帮忙做啊 做到现在 把看家本领交给三个儿子 现在接手的阿红 虽然是年纪最小的 但他谨记爸爸过时前的叮咛 绝不改变炭烤 甘蔗烟熏 这两道最费功的步骤 一般染色就是 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 这边都是熏不到 就是成白色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辨别是说 油的滴下来就是 为那个油的清澈的颜色 像染色就是 那个油滴下来是粉红色 像客人给他们吃啊 他们就说 好像有一种香香的味道 然后他们就说 原来是甘蔗香 对 我就觉得坚持是对的 因为其实外面那种很 就是用机器在熏 他们有时候 一天就可以量产了 可是这种东西 没办法量产 步驾色素 染色 不用防腐剂 延长保存期 坚持手工制作 所以从每一只鸭子进来 都必须花费一整天时间 去骨 清醒 把鸭子撑开上架 直到熏成了焦红色 只能算是半成品 这时候还得推入蒸炉中 把它蒸熟才能食用 接着在师傅俐落身手下 迅速去骨去皮 这一道宜兰美食 总算大功告成 你好 这鸭赏可以试吃喔 吃吃看 好 谢谢 切好的鸭赏 配上一点蒜苗 香菜 就是一道很下饭的美味料理 回忆小时候 阿虹说 宜兰 家家户户 都为自己腌制鸭赏 这种家庭小吃 现在已经变成最能代表宜兰的国业美食 阿虹坚持传统做法 要把这种童年美味给更多人品尝 说到传统手工制作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还有手工制作的麻薯 不但外皮Q弹 而且内馅饱满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带您品尝 欢迎回来 彰化百年的传统美食 手工麻薯在地文明 有一对兄妹 他们就坚持要继承家业 并且加以创新改良 他们的手工麻薯 不但外皮Q弹 而且馅料非常的饱满 受到顾客的欢迎 但是去年5月 毒淀粉风暴 重重打击了他们的信心 一盒和手工制作 心血结晶惨遭退货 而且试吃会也被取消了 他们骑着机车 载着十几盒的手工麻薯 一度不知道何去何从 幸好他们坚持下来 并且坚定品质 终于赢回了顾客的心 现在兄妹俩的创业梦想 持续发酵中 麻薯刚吃完之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米香 完全没有加任何的味道 这个年纪真的有点体力不太乎 就是为了孩子 草莓派红豆馅 一方面是美观 一方面也是好吃 不错 真的很好吃 那个汁都喷出来了 很汁 硕大浑原的手工麻薯 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手感比一般麻薯还扎实 皮薄陷多 Q弹饱满的外皮 犹如少女肌肤 吹弹可破 这样的好滋味 其实来自一对兄妹 想把彰化的家乡味搬来台北 鸡心碗鱼做出来 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 吃起来都大同小异 手工的话 在做法上就会有点不同 比较Q又比较 比较可以吃得到米香 35岁的叶正伟不善言辞 脸上挂着一副眼镜 露出老实笑容 这个乡下小伙子 却靠努力硬拼 成为马属达人 连皮都纯手工 从选米就必须精挑细选 清晨叶正伟将白胖胖的西螺米洗净 加水磨成米浆 经过繁复的脱水程序 变成这粉白块状的果脆 一块块形状奇特 其实正是米的精华 比较有那种香土味 然后水只因为用西螺的水 所以比较干净 通常都用国产的原諾米是做的 如果我有用过外国 外国做起来的话 会比较软塌塌的 国产的米就是会有那种香气炸的 相较于大量机械化生产 叶正伟的马属坚持走相反路线 烤汗水与辛劳 一点一滴累积美味蜜甜 感觉将果脆放入蒸笼蒸熟 热气腾腾冒出 小房间高温迅速飙到40度 更让叶正伟灰汗如雨 半透明而且拉起来有砍溪的状态 是最好的状态 自制麻薯皮口味才会读书一格 叶正伟的妹妹叶玲玉 本来担任饭店业务 也抛下工作来协助哥哥创业 他反应激灵脑筋冻得快 突发奇想把自己最爱吃的 新鲜水果包进马属里 我们是选用那个艾文芒果 然后它 我们要选那种比较饱满的 因为切下去肉会比较多 然后才会有比较大块的芒果块 芒果是新鲜芒果 所以它汤汁很多 有时候大清早就有人 要来买芒果 还有草莓的 草莓也是很受欢迎 妈妈和妹妹联手 将酸甜多汁的芒果块 包进绿豆沙 一颗颗甜蜜丸子终于成型 草莓则搭配红豆馅 外皮裹着熟绿豆粉 内馅一切开 草莓在光则照耀下 娇艳欲滴 芒果色则质浦 清爽鲜甜 嗨 阿姨 又来了 每次都给我们捧场 谢谢啦 看今天需要什么口味 机器这样大量生产的话 机器做皮不会Q 手工的话 你可吃到它的Q劲 手工麻薯征服顾客 挑剔味蕾 但新鲜水果放久会出水 因此保存期限都只有一天 必须天天现点现做 毒淀粉风暴 更曾狠狠打击这家人信心 一盒盒心血制成的麻薯 惨遭退货 做这个工作 这个吃的工作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比上班还辛苦 时间都很长 然后又有贩卖的问题 对 刚开始你没有知名度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吃每一样事情 都要自己去做 这样 哇 今天的芒果订单超多的 对啊你看 这边 四十二 大概一百五十几颗 好 加油啊 慢慢包 大概要两三个小时 才包完吧 好 拼就好 拼了 快点加油 为了省店租 这对兄妹党的工作室 有点阳春 也没钱印制精美广告 妈妈谢苏珍已经超过退休之龄 为了儿子创业 退休金全丢入也不心疼 两年多来更从没领薪水 义务帮忙 那是我跟她的选择 那你也说 人生总是要拼一下嘛 如果 如果是怎么样 我还是无言无悔 挺儿子嘛 慈母的温柔 让叶正伟与妹妹更执着于工作 期盼让妈妈早日休息 自行研发的紫米口味 颜色不是印象中的芋头籽 而是紫米比例更高的深紫色 抹茶口味苦中带甜 茶香四溢 经典口味 花生芝麻的馅料 更是投入长时间 馅炒馅拌 真材实料看得见 你看它的那个花生里面 它是干的 不是像外面就湿湿 就起来湿湿的那种感觉 它起来就蛮干的 然后又有颗粒 米量要大也大不了 就是紧绷就是这样的量而已 手工就是我们的褐色 那个机器是做不出来那样的味道的 外送咯 很重啊 哈喽 你们订的那个麻吉来了 拜土地公的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生意兴隆哦 就算遭受挫折 叶玲玉总以开朗笑脸面对 相信会雨过天晴 母亲的无私奉献 哥哥的坚持傻镜 妹妹的善解人意 让这间小店逐渐茁壮 一家人的汗水与泪水 也交织出手工马蜀的甜蜜滋味 今天的故事主角们蛮特别的 不是兄弟兄妹党 就是夫妻俩同心协力打拼 而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两个人彼此互相扶持 互相勉励 也往往是在他们采访过程当中 最津津乐道 难以忘怀的动人回忆 我们也将继续带你去寻找 这股感动台湾的力量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我是陈佳怡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